大家好,我是朋友,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来观战一把93胜率的S3速3,大哥 你这个胜率也太高了吧,现在赛季没了,这大哥的星速,哎哟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巅峰80多星吧 因为他是排在观战第二个,好像七八十星,这个胜率,这个星速啊 看一看,这上来第一刀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 这套阵容的话呢,说实话其实打速散我觉得还蛮强的,这阵容他的上限其实挺高的 打架能力很强,牛仔,野人,古董都能打 一个不小心,这边速散可能就会被捶烂,真的 不过这个开局的话不一样,这个开局的话对于速散来讲 野人来了,这边交出飞轮 野人这边要卡一手,速散的话大不了什么 我先摇零,看看能不能击倒 不行的话呢,这边就是交闪线 野人想要打太多东西 不是特别可行啊,追到没人成功,那这边丢伞变白 拉近距离以后交闪线了,牛仔这边的话呢,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花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并且这边的话大概率是要交出这个闪线的 再顶一手,那这波的话 野人下猪,追到野人也没打到 嗯,稍微的亏了一点 古董商这边机子修完 杂技机子修完,牛仔的话 小皮边都交完了 踩倒地,这波野人过来 说实话,没有吃到任何伤害 我觉得是 至少不亏,你说赚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密码机的总量呢 现在是两台半 如果说野人不来保,牛仔 其实都不一定逼得出这个闪线 所以这波一定是赚,这波而且野人过来是大赚 啊,野人这边过来是大赚 赚了,赚了一个闪线 然后如果野人不保的话呢 密码机的总量差不多 应该是两台左右 就野人当时修机子嘛 赚了半台机子 赚了一个闪线 并且而且还赚到了时间啊 要知道就没有这波野人的干扰呢 他们就比如说这边人上挂 第一个人上挂 离破翼加速的时间可能还要再 差个得有个三四十秒钟吧 所以这一轮野人发挥卓越 但再来的话呢 其实这波就有点亏了 这波就有点亏了 因为这一轮 其实野人救下人来以后 他也保不了这个人 扛刀 不是搞得好像牛仔那六级了呀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我擦亮眼睛 看看牛仔怎么溜 好不好 你最多就一个飞轮 哎呀回头来 飞轮 哼 啊我们擦一擦啊 牛仔溜的不错 但是 呃你说这波野人转吗 这我还来 打的是真有点多呀 这牛仔怎么感觉跟个老板一样 这三个人全来了 但确实啊 这波如果说真的把这牛仔饱活 你需要三个人的人力 需要三个人的人力 这一轮 比如三个人过来 真的把这牛仔饱活了 然后当中 比如分出去一个杂技 或者分出去一个古董 更多的话应该是分出去一个杂技 去起心机子 然后剩下两个人硬保 都有可能打出四人开门阵 一刀打中 速散的话这边不太可能去针对杂技 继续打的 他更多的应该是分散去控场 能击倒吗 这边就击倒 不行的话 其实差不多要控场了 那边两个人起机子 人挂上 直接丢伞还是怎么说 直接丢 人都不挂了 来不及了 那这边的话快走 野人这边拉开 有闪现 地下室游戏结束 这个地下室应该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道场了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古董商这边想来打架吗 想打 想打 我就不挂这个野人 这野人 哎 一棍没扫到 再补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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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闪现 有摇灵 来 我想再插亮眼睛 看看你们两个怎么出这个地下室 好吧 嗯 古董商他得迂回 他得迂回 现在杂技要起台新机子 迂回 救下这个野人 然后保野人扛刀 保野人上 金 杂技也来了 古董商这边的话点棍 确保野人先能救下来 然后还得确保自己不倒地 我咔嚓就是一刀 两个人在地下室 那追杂技好了 杂技是个骄自起 知道你在地下室 看到了 来 来 来 漂亮 可挂 啊 也可不挂 差不多 差不多 我 120 这把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 求人者确实打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93胜率的S3速散 拜拜 拜拜